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赌博研究所 又来到我们的投注界面 继续和大家来讲 未来4月12日星期三 跑马地赛马云的赛事 这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出赔率 必买之选 看看出赔率后 有哪个马直博 就和大家来买 这次我们买到的场合 就是这一场的第七场 这一场第七场 就是我们的四班草地必兰 1200米的赛事 在这一场马上 那些赔率热得很明显 因为只热在一匹马上 就是热在5号的电子宇宙 这一批电子宇宙 这次赔率只有4.5倍 位置更加热到1.7倍 位置都非常热 对比起同场其他马的博 这一只电子宇宙就热下去 热得这么夸张 到底这一只电子宇宙值不值 这些赔率呢 那我们先来看看 电子宇宙的赛事 这一只电子宇宙 在今季呢 其实纯粹跑了两场 两场都是跑马里草地的赛事 但是呢 就由1000米針对1200米来跑的 班尺一直都跑四班 而成绩方面呢 你看到这一只电子宇宙呢 其实很明显就是一只 最近越来越好的马 季初跑第四 最近都已经是说跑第二了 一放了布门上去 一强配布门呢 这一只马就已经是说跑到 不同了样的了 跑了第二回来 能够入得到Q的 那来着这一场马呢 这一只电子宇宙呢 就继续配布门 那都是说继续呢 跑那些跑马里草地 1200米的四班赛事 那就是说 和布门上场骑的 那一场是说 一模一样路程的场地 和班尺 那所以 今次呢 这一只电子宇宙呢 其实我觉得 他都是说适合跑的了 对吧 上场跑得好 来着这一场 照样用布门去跑这些场地 其实应该都照样是可以的 对吧 那因为说是 他上场的这个第二 真的不差的 那他这个第二呢 其实就是说 赢过那些日生月珠啊 前锋啊 勇眼光啊 这些这样的马 其实这阵马 都是一些实力马来的了 那有好几匹马 都是说再出有好的成绩的 好像前锋那样 前锋金场马跑第四 输了给那只电子宇宙 但是再出 其实人家是说 能够跑过第三回来的 对吧 这只马 输完给电子宇宙再出跑第三 另外跑第五的勇眼光也是 今场跑第五 再出呢 其实人家都是说能够保重 赢得到马的 对吧 所以其实你这样看啦 这只电子宇宙上将跑的这个第二呢 其实我认为他都不是说差的了 很明显都不是说差的马来的了 这一只 所以今次这一只电子宇宙 热到这么夸张 成为全场大热独赢及位置的马匹呢 那我认为都挺合理的 其实真的 真的认得挺合理的 因为这只马 今次赛前呢 报名也是说亲试他 你看看 最近3月28号 报名就是说亲自和他试货1200米杂 而在这货杂里面 电子宇宙呢 都是说能够跑到第三 这样的 那当时这只马还要改变配备感 那接下来这一场马 他又改变配备感 那就是说拆了个眼罩 那所以今次又有少少配备的变动 那似乎都是 试过了才说跟你出击的了 那找报名就说 试过了 看看到底什么情况 接下来这一场才说 改变配备利队出击的 那今次打了王牌 搭着个二档 那我觉得真的 而起上来很合理的 这一只马 跑入头三名 即是说在未来这一场 跑入头三名 我觉得都 绝对不意外 那所以今次 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 这一部电子宇宙的 那想买下去 这些大热门马上 那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买这一只马 我觉得绝对可以的 因为他最近真的有料 更何况他配报名 那报名最近又有料 上过赛马日 是没脱过头三名的 那所以你说 他今次再骑这些 最近有成绩的马 能不能够入到架呢 我觉得真的 有可能的了 今次还要打完王牌 那所以你都不要说 这些马没有机会了 那不过啦 真的再仔细点看回 金牌马之后 看完其余的马匹之后 那我发现得到 其实金牌马呢 那我认为 这一只电子宇宙 实际上 不是恶了的 事实上我认为 有机会有马呢 是能够抢到他 那些打第二回来的 有机会有马 是能够偷到鸡的 那因为大家看回 金牌马的其他马 看回他们最近的赛职先 那其实金牌马 其他的马匹 好多匹马 最近都有成绩的 好像这些 二号正义清俱那样 那这匹马 最近跑第二第三 那都是一些 有成绩的马来的 再数三号人和嘉胜 这匹马最近跑第二 那之后前锋 这些马最近跑第三第四 福满堡这匹马 最近直达是赢马 是吧 那之后再数 真的数下去了 11号的欣欣君子 这匹马最近都跑第三 是吧 你这样数一数 已经是说 有几匹马 最近是有表现 最近是有成绩了 那所以其实 这一场马 你说这只电子宇宙 是不是真的能够 在这一场马 全都凶了呢 那我认为 其实就未必了 是吧 那因为真的 人家其他马都有赛职的 而且这一组马 其实是赛组来的 好多马 都未一起跑过 所以 你怎能够 100%肯定得到 这只电子宇宙 能够 砌下来 同场的所有实力马 是吧 我觉得 其实真的 有个未知之数 在这儿的 虽然这只电子宇宙 是强壮 但是同场上面 其他马 都不野小的 所以在这一场马上面 其实我就想 帮回一只冷马 来去买的 因为见到 金场马 有一只冷马 其实是好分过 那只电子宇宙的 这些大热门马 是好多的 大家可以一起来 看看 金场马 那些赔率 金场马 其实有一只马 是位置3.9倍 毒赢 更加是说 冷到有14倍的 即是说 说的是这只 11号的 謙謙君子 这匹謙君子 金场马 的赔率呢 我认为 他懒得抽筋 不是开玩笑 这只马 我觉得他真的 的赔率是 超出预期的 因为这只马 最近跑的是3 刚才都数过 给大家看 这只马 是一只 最近能够 跑近的马匹 来的 但是居然 今次他有 14倍 毒赢3.9倍 我觉得这些赔率 是很分得爆的 因为他这些 位置赔率 已经是说 差不多接近 这只电子 宇宙的毒赢了 即是说 这些马 都能够 在哪里 只要买它 我认为 这只马 最近真的 不差 我们一起来 看看 謙謙君子 最近的赛绩 这笔 謙謙君子 最近 能够 跑第三 跑近的 你看这只马 的成绩 其实这只马 最近的成绩 越跑越好 由季初 第10 第10 第11 第7 渐渐都跑近 跑到最近的第三 用杨明伦 来跑 都能跑到第三 证明 这只马 其实绝对 不少 它开始是说 有状态 开始是说 来了 有状态 大家可以看看 謙謙君子 最近跑成 点 謙謙君子 上场 就是说 排了五档 10 马匹 就是他 淺蓝衣 淺蓝帽 头段时间 这只謙謙君子 都是说 抢出来 跑的 前速他也是说 快的 现在都守在 内栏 大约 四五位 左右 有这样的位置 基本上 这只马沿途 都是这样跑的 去到转弯 入直路 你看回 这只马一看空土的时候 其实它是说 挺有勢的 这只马 杨明伦 它骑了几步 其实这只马 已经涌上来了 是吧 都没开始打边 打边之后 其实它也有冲勢 是吧 一路有冲勢 捱到第三 回来的 纯粹是说 被两只马过了 这两匹马 但是我觉得 被马过 被这两匹马过 其实都没办法了 因为大家看回 那两匹是什么的马 那两匹马是 聖神威 和聖利才子 两只星 这两只星 其实绝对是 一些不宅的马 大家看回就知道了 就是聖神威 今场跑第一 看回哪一场 哪一日 3月1号 跑跑马地 他跑第一 跑完第一 他是说 再出能够跑近的 在三匹 是吧 这一只马在四匹 是说两匹 在三匹 照样能够进去 所以这一只马 差点也有个限度 是吧 是一些绝对不差的马 另外那些 胜利才子 胜利才子 今场跑第二 再出 其实他都说 一样能够 继续跑第二 继续跑第三 是吧 连续再跑两场 他都能够进去 所以你说 这两只马 怎么会差呢 尽快过到的 那只 轻轻君子 我觉得绝对都不意外 是吧 因为人家都是说强 是吧 一些有实力的马 所以我觉得 这只 轻轻君子 上将的 这些第三 其实表现绝对不差 的了 那 尽快真的挺有势的 所以我觉得 未来这一场马 这匹轻轻君子 再出 再来跑 跑马 四班草 1200米 的赛事 其实是说 可以买回他的 因为 这一只马 是说 继续 排着个 靓档 背着超轻 磅 119 以及配田太安 来跑 这一只马 不单止 今场马 各个负磅 还要是说 騎士都会卖人 你看到 这只 轻轻君子 上将121 磅 未来这一场 119 轻磅 之余 还要是说 换田太安 上去 即是说 騎士的配搭都强了 騎士配搭强了 最近有状态 这只马 今次也有这么懒 我觉得 真是好 是吧 可能就是因为 上场杨明伦 騎圆 有三十多倍 未来 才是说 有十多倍 但我觉得 这只马 其实真的 这次比预期 是懒 因为 这只 轻轻君子 其实今场马 赛前 都是做足操练 才出来跟你跑 你看回 自从 杨明伦 跑完之后 这只马 是密密做操练 真的密密做操练 这只马 比之前的操练 都是做多了 这只马 是加操的 还要是 施货杂 才出来跟你跑 在3月24日 他试货 跑完你的草 1200米 跑完你的草 1200米 即是说 未来的一场 的路程 和场地 是吧 他是试过 这货杂的 而这货杂上面 他是说 能够跑到第一 回来的 这货杂是不差的 基本上 很轻松 他就能够赢货杂 你看看 当时的马 试杂是如何 大家看完之后 应该都觉得 最近的这货 试杂 是试得好 我们一起来看 看看 当时的匹杂 匹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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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的 这一匹 蓝衣 紫毛 这匹马 4号马匹 你看看 匹杂 匹杂 其实头段时间 都留在 尾四轴的位置 是吧 都是说 偏被动 一点的 一直都处于 在被动位置 但是 去到 转弯 入直路的时间 你看看 这匹匹君子 如何走位 这匹匹君子 还在这些 被动很厚的位置 是吧 跑得很被动 但是 他居然能够 在这些位置 左穿右插 是吧 刚刚都塞了你车 左穿右插 这样 穿上来 最终能够 是说跑近的 是吧 最终是能够 跑到第一回来的 所以我觉得 这匹马 最近的这伙试集 其实是说 试得很好 是吧 按住又塞车 这样 尤其都能够 赢集的 所以这次 他再出 我觉得其实 不可以是说忽略他 这次 都是说 叛田太安上去 强佩德 田太安 拿得来 对他 我觉得 他不是说 想减分的马 是想出击的 所以 今场马 我觉得 这些马 都可以试一试 他 还要他有这么懒的 赔率 十几倍 毒赢 整四倍 位置 所以这次 我们也拼了 来试一试 所以我们会选到 马匹 选择11号的 险险君子也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会买到哪匹马 之后 就来说我们的 投注策略了 今次我们的投注策略 会买到 独赢及位置的 这个彩词 用一边 3P的方式 来买这匹马 就可以了 好了 今次就是这样 买了 如果大家同路的话 都不妨试一试 这匹马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希望大家一起赢钱 好了 祝大家赢多点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